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我是杨茜茜 今天指数下跌11点 其实现在指数的行情走势 跟我们先前跟大家的预测 大概是差不多了 其实我先前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在这个大盘走势的部分来讲 当指数来到17,340 17,300的过程 我说每一次的上涨 它都代表风险的提升 所以现在现阶段你应该是 降低风险而不是最高 那重点在于你现在要买的股票 要避开赏户多 而且筹码乱的这个 那现在只能够买什么 只能够买特殊筹码增加 还有题材跟商机 题材跟商机很明显就是AI 那特殊筹码的话我跟大家讲 现在虽然说 指数的涨 就是空间大概是区间 在这区间的过程当中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股的走势就会差很多 像2376 2376的季佳 季佳今天又创下近期最高点 它又创下近期最高点 那为什么它可以跟其他股票 就是它可以走得这么强 很简单嘛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筹码的优势 从股东人数基本上来讲 它都没有大增 那特殊筹码到现在为止 都还在重压 都还在重压 所以说如果你去看 买这类型的股票 就会跟其他股票差很多 你看一下 像3046 建基 我先前跟大家讲 建基你先不要买 我们买一档 跟建基一样的 建基小时候 十几块钱的 它今天涨平板 但是如果你买建基的话 它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它昨天上个礼拜有跌停 它今天又下来 所以现在个股的走势很分歧 你看3006 这金豪科 金豪科也是跌破所有的均线 跌破所有的均线 那5347世界也是一样 所以筹码非常重要 筹码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我上次跟大家讲 美国银行危机未解 企业破产持续 美股相对再高大 那这个东西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银行的定期融资计划 也就是说让银行 以持有债券的面额 跟联储会借钱 那这个银行定期融资计划的金额 是一直在增加 从矽股银行倒闭之后 然后第一共和银行倒闭 到现在呢 现在这个金额 紧急贷款的金额 是持续創下新高 目前为止已经来到 那一周都超过1000亿的水准 一周都超过1000亿的水准 那也就是说 美国的存管机构 也就是中小型的区域银行 他们现在还有流动性的问题 还有流动性的隐忧 所以这个地方 在操作上面的话 指数你可以区间看待 但是股票呢 股票你就是要看筹码 而且筹码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 还有选的几档股票非常好 那也是跌喔 我喜欢那种还没有涨的股票 那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这叫成名店 先请跟大家讲 成名店 为什么买成名店 因为它是技嘉跟广达的合作伙伴 技嘉跟广达合作伙伴 那这做伺服器散热跟信尝机 这个在以前的节目 已经VCR放过很多次 那在这个地方 没办法放VCR 那没关系 技嘉广达合作伙伴 对不对 6月13号 那时间来到6月15号 基本上它都还没什么动 真正它开始大涨 它真正开始大涨 从什么时候涨 这个地方人家特务从来 在低档布局 总股东人数在减少 代表什么 代表不知情的人被洗出去 好 然后呢 这是6月13号 6月13号之后 6月15号 都还没有动 它开始涨什么时候 开始涨 6月30号才开始涨 6月30号 第一支涨停板 现在重点就是领先 你现在要去找 还有什么样的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现在在低档 而且有人在进货 第二支涨停板 6月30第一支 7月3号 礼拜再一支再涨停板 然后呢 第三支涨停板 接着呢 来 第四支涨停 然后再刷新卡 真的 就是这样 掌握特殊筹码 你先低档布局 这个东西其实 我跟大家讲 你可以去搜寻 超越法人蔡明健 网路上都有 我跟你讲的这些股票 以前在上涨之前 我节目上跟大家讲的清清楚楚 为什么要买成名店 那为什么是成名店 对不对 你这去YouTube搜寻 超越法人蔡明健 这里面就有很多影片 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真的讲很清楚 那除了成名店之外 我跟大家说 现在 其实你从AI AI聚焦什么 从AI到AI伺服器 伺服器到散热 对不对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防水连接器 就等你跟大家讲 防水连接器 那现在先讲散热 散热 散热 永章 4523的永章 一样 隐藏版的散热 既见准双宏齐宏高丽 广运齐阳立志之后 第一季赚2.26元 是散热里面 股价相对低 对不对 当时跟大家讲 永章在这里 还有两大集团 第一个大股东是什么 保家 第二个是光照 当时是46块2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礼拜二跟他讲的 结果礼拜三 真的 直接就涨停板了 直接就涨停板 7月4号 然后7月5号涨停板 接着7月6号 哇 第二次涨停 锁定目标拒绝乱枪打鸟 然后呢 今天呢 今天永章又涨停板 今天又涨停板 那我们今天先出一趟 先出一趟 我们看状况 再把它给买回来 又或者是我们买其他股票 买其他股票 你要去想的是 现在 因为指数已经回档一部分了 回档一部分的过程当中 会造成盘面上 有一些投资人 他可能有一些股票套牢 那如果股票套牢的话 他变成说 资金没有办法周转那么快 那他会套牢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必须要去找 到现在为止 还有人在重压的股票 那这个才是值得你去买进的股票 对 例如这个 我们来讲这个 什么什么零的 为什么 因为他特殊筹码在低档这家 特殊筹码在低档这家 这家是什么 我说他转型智慧程式 跟建机类似 他现在有做什么 智慧型的POSG 电子广告看板 还有电子货架 这个东西跟建机 很久之前的建机是一样 很久之前的建机 他也是一直都 营运作坏没有很好 营运作坏没有很好 也是都是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 那时候他开始转型 开始转型 就是转这个 就是转这个 电子看板 结果呢 结果建机涨到多少钱 3046 建机涨到105 从十几块钱 一直涨一直涨 涨到105 那如果你买在后面 哇 105现在剩下76 就差很多 所以我说你不要去买建机 这你不要买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这个 这一家 跟建机一样的 转型智慧城市 转亏为隐 营收大成长 而且重点是 它不到一颗荷包蛋的价格 不到一颗荷包蛋的价格 15块 然后呢 到上个礼拜五 15块95 今天呢 今天直接涨平板 17块 真的啦 你自己去看 这个我没有 这里 这里没办法放VC 所以呢 你自己上网看 超越法人蔡明健 你要搜寻超越法人蔡明健 你在看日期 日期 日期什么时候跟他讲的 这一支什么时候跟他讲的 来 6月27号 6月27号跟他讲的 来看一下 是不是 达运 6月30号 达运 对不对 那这个昨天 上礼拜有达运 对不对 今天涨平 真的啦 不用追嘛 我跟大家讲的时候 它是什么 三次跌了嘛 我们这地方不用追 来 对 这是不是6120 没错 啊 这个是不是6120 对不对 这达运嘛 达运嘛 对不对 没错啊 跟借机类似嘛 来 到时间点 到什么时候 时间到 上个礼拜五 好 到上个礼拜五 我跟大家讲什么 诶 上礼拜五指数开始跌嘛 对不对 大家心情都不是很好 来 我跟大家讲这个 你现在要买什么 买未来会长 那未来会长什么 未来会长一些新的题材 新的故事 那新的题材新的故事有什么 AI伺服器带动什么 带动静默式的一个散热嘛 那如果是静默式的散热 我请问你 你那连接器要不要防水 当然啊 静默式的散热连接器 当然要防水嘛 那如果要防水很简单嘛 你去看 这永德 是不是这样 3689 永德 这一波指数已经跌了 应该是说指数跌了600点 指数跌600点 你仔细去看 盘面上这些比较强势的股票 它都有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即使它的筹码 是比较集中的 而且是比较固定的 对不对 来你看 它是不是指数跌了600点 它都没有跌 好 那永德的话 这是公开的嘛 那我说我们买哪一支 我们买这一支 XXX6 为什么买XXX6 因为总股动人数在减少特兆 还是增加 没错吧 总股动人数在减少特兆 还是增加 来 这个上礼拜五 是跌的 是跌的 我不是因为它涨 涨才跟你讲 它是不是掉下来 那我说什么 你现在要买是防水的连接器 因为未来寂寞式的散热 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 那它的客户有广达 有伟创 有音乐达 毛利率28.83 毛利率28.83 今天呢 今天最多涨6% 今天最多涨6% 不用担心指数 因为指数如果表现不好 会影响到股票 但是呢 如果你把股票给选好 等它押回来的时候去买进 今天呢 最多涨了6% 而且我跟大家讲 这个商机跟题材 是没什么能在讲的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禁末式 都是禁末式散热的话 那当然啦 未来就是什么 防水连接器 这概念很简单 对 概念很简单 那所以说 趁着这一波 指数压回来600点的过程当中 你要选什么股票 我们有帮大家选了一些 比较好的股票 那近期特殊策码再增加 中股东是在减少了 还有什么股票 可以好好做布局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一段再回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点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点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指数是下跌11点 我跟大家想 现在的操作策略 其实很简单 也很明确 就是在这边 AI的藏宝图 从AI下去找 相关相关的题材故事 再配合特殊筹码大增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这叫技嘉 技嘉做什么 技嘉是做单向进末式 跟双向进末式 他都有做 做进末式散热了 其实技嘉做的事情很广 但你看技嘉是什么的 特殊筹码是不是到现在 还一直在买 所以你就看今天技嘉 今天技嘉2376是创新高 当指数跌600点 从17300掉下来 到跌600点 他现在是创新高 所以你去想 还有什么股票 还有什么股票 很特别 现在散户不安 但是却有特定的一直在加码 真的我们对这种股票 比较有兴趣 这一支你看一下 总股动人数是绿色柱状图 你看到这非常有趣 在上一周 特殊大加 总股动人数是减少了 刚好被这红色线给压住 总股动人数大幅度减少 绿色柱状图 大幅度减少 代表什么 代表散户不安 散户不安 那这个呢 来来来 没了 没有涨 今天没有涨 你想想看华新光涨这么多 4979 4979 华新光涨这么多 当然啦 如果你义高很胆大的话 那我就没话讲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太陡的话 有点太陡的话 那不可能就跟华新光同意 隐藏版了 隐藏版了 华新光要接班了 今天下铁了 今天下铁了 特殊重码再大买 真的 我跟大家讲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证明过很多次 证明过很多次 事后你会后悔 早知道就买多一点 对不对 来 之前你跟大家讲 因业打 来 这个因业打 之前你跟大家讲 因业打 是不是这样 总股东人数一直在减少 特殊重码一直一直在增加 好一直在减少 特殊重码一直在增加 当时跟大家讲的时候 30块钱了 30块 结果呢 因业打涨到 因业打涨到48块 涨到48块5 这个都有VCR 你可以上网自己去看 上网自己去看 那这个怎么看呢 就去搜寻 搜寻超越法人蔡明镜就可以了 之前跟大家讲过华福 从股东人数大减 特殊重码大增 对不对 当时是多少 六十几块而已 那跟大家讲 尾创的时候 尾创多少钱 三月二十七 现在尾创噴出 对不对 来看一下 现在要找这个位置的 因业打 市场还不知道的 才是现在的决胜关键 对不对 尾创当时跟大家讲的时候 在这里 四十块 结果别在路上 一百一十一 所以你现在就是领先在地党做布局 对不对 华福当时六十 直接上来 那齐阳 四十块七月的时候跟大家讲 对不对 那陈明殿五十九% 真的 我跟他讲真的 这个你上网去查 超越法人蔡明健就有了 那这是我们去参加比赛 台股雷台 一季 一季 赚多少钱 五十年九 五十年九 不是一档股票赚五成 不是喔 是总资金赚超过五成喔 五百万 一开始虚拟支持五百万 然后变成七百五十四万 变成七百五十四万 也就是说不只一档股票赚五成嘛 这是所有的季平均三个月赚五十年九 所以这怎么做 当然不能乱做啊 对不对 如果你是社会标 你社会标的话你的 资金就会分上 对不对 这个也不能够 all in一档股票 这不能all in 这至少 最多一档股票只能买两成资金 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一直赚一直赚一直标 才会有五十年九% 而且是实战 真的 不让NVIDIA专美于全 AMD发表最新AI加速晶片 MI300X 那我跟大家说 你现在要找的是什么 你要找的是 他这个地方你要找的是什么 这家公司 AMD台湾合作伙伴 叫这家 台湾合作伙伴 它是 齐仰是友通转投资的 友通持股51.38 然后叉叉持股12.08 对不对 当时是41块多 41块多 对不对 然后呢 6月14 然后过一阵子 哎 涨停板 大股东做这个 6月20 又少点 接着涨半支 押回来 涨第一波押回来 第二波开始来 又涨停板 然后 又涨停板 接着 还在涨停板 连续 第四天差一点涨停板 差一点涨停板 然后呢 收最高 你仔细看 指数是中错 指数是中错 对不对 指数中错 从多少 从40块7 直接标算59% 没错吧 所以我跟大家说 现在呢 我们要找什么 找大家 还在忽略相关的题材 那相关的题材 我跟大家讲 你要从筹码下去看 从题材下去看 这个是先讲上礼拜 上礼拜跟大家讲两只码 一支是防水连接器 今天涨6%多 另外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这个 他也是谍 我不是跟你讲讲的 钢铁人电影里的AI助理 已经变成真的 从荧幕走向现实 这一家跟宾市合作推出 智能AI 就是你可以直接跟他对话 而且回答精准度 保持在97%以上 保持在97%以上 那上个礼拜 他是押回来 我为什么说 你要去想 他这里是不是跌破 这个区间 但是你去看一下 他的筹码是这样 总股动人数 是减少特殊筹码 是在增加 总股动人数 是减少特殊筹码 在增加 所以呢 到现在呢 又上来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散户不爱 今天呢 今天最多涨了2% 手码好像涨1%多 涨1%多 但是我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这一家他做的东西 在这里 他做的是AI跟大数据分析 AI跟大数据分析 筹码也是很漂亮 筹码筹码非常漂亮 来 现在应该是 其实布局就好 因为也不用太挤 因为现在盘面上 其实个股轮动是非常快 那你现在就要去想 先前涨的最多的就是散热 那散热 从伺服器 伺服器到现在还在涨 维影 技嘉 还有相关的 音叶达 跟散热231尾创 那到散热 到接下来的 还有我跟大家说的 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很重要的是什么 很重要的是 现在都没人跟你说 防水连接器 对 防水连接器 那防水连接器的话 这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 它的客户有谁 有广达伟创营业达 你现在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 特别留意的是 你去看 看维影你就知道 维影的营收 其实是比去年还来的衰退 那比去年还来的衰退 那比去年还来的衰退 为什么股价可以涨这么多 因为它的订单 大部分的订单 会集中在2023年 就是今年的年末 跟明年年初 所以你现在从营收是看不出来 6669 对不对 你营收是看不出来 可是它的股价 它会先反映 那如果是维影 它涨什么 它涨AI伺服器 那这AI伺服器 很明显的一个事情 AI伺服器 未来它的运算的功能 强度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的过程当中 它就会越来越热 你到后面都什么 后面都必须用到 静默式的一个散热 那如果是静默式的散热 那我请问你 这个事情很简单 既然是静默式的散热 那你当然 连接器也又不一样 防水的连接器 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 盘中最多涨6% 就跟指数没关系 那你去想 我跟大家讲 这一档叫永德 它现在防水的连接器 在给客户做认证 未来半年到一年 渴望陆续通过认证 那是渴望陆续通过 那是未来半年到一年 这一家呢 它的客户是广达伟创营业导 暗毛利率还有28.83% 怎么算都划算 怎么算都划算 所以呢 来 想一下 想一下 现在 现在 买错 买对跟买错差很多 买对跟买错差很多 如果你买错股票 有些股票现在在跌 还蛮快的 而且以前很多热门股 就是以前热门股 像这个3006 这个就是以前热门股 你买错它就变成这样 对不对 你看这8299 对不对 都变成这样 3691 变成这样 对不对 5347 这个是3169 对啊 你看 很多股票都涨成这样 所以不能乱买 你要买有人在中压 你要买有故事有题材 对不对 有人在中压了 有故事有题材 来 这有一档 把它贴起来 忘记贴 把它贴起来 来 想一下 这个 没什么赏户 因为赏户都没增加 赏户都没增加 代表什么 代表它不是那蒙古 它如果是热门股 总股都能是做到这家 它没有吧 它没有就是 特务特务最近有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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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做什么 艺人喔 艺人技术 它不只是做艺人的 而且它还有 比亚迪 中控电脑的散热 比亚迪 在中国大陆 电动车 卖得非常好 那卖得非常好的过程当中 你还能够打入 比亚迪的供应链当中 这个是蛮困难的喔 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技术 层次都不错 而且喔 它现在有在开发 做艺人的技术 真的 来 你去想想看 不用在意上半年 错过了什么股票 有什么股票 在下半年 会极其执着 后来居上 这才是你现在 要布局的股票 也祝你明天 操作顺利